新华两岸快乐评 大家好我是李璐 日前在上台执政前曾经强烈反对 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正式对外宣布将逐步开放美国牛肉 含瘦肉精猪肉的进口 此消息一出引发到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显示 有高达73.7%的人反对开放 仅仅有17.9%的人赞成开放 具体到反对者政党色彩 泛蓝民众有89.9%的人反对 而泛绿民众也有高达64.1%的人反对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 美丽岛电子报是一场政治立场偏绿的媒体 而该民调的题目则被定为 若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台美就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 这一问询方式也遭到了岛内网友的吐槽 有网友表示 民调这样问很奇怪 谁说美猪真的能够拿来换FTA呢 这份民调的前提是在真的获得利益的情况下而做的 却没有问民众 如果什么都没换到 那你支持吗 可以想见 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反对 也有网友表示 在这种假设下已经有七成多 不赞成 如果开放瘦肉精还换不到东西 这个当局就该死了 更有网友直言这民调证明台湾民众不愿用健康去交换FTA 根据另一份由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起的台湾民众投票 民进党当局开放美国猪肉牛肉进口 你会有意愿购买吗 超过90%的投票网友表示坚决不买不吃 此外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爆料称 月初访台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 其实就是生产瘦肉精药厂的老板 来台的目的就是要把美猪卖给台湾人 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也质疑美国官员 才结束访台行程 当局就火速决定是否由于美国先例密约 或者谅解备忘录 对于民众反对声音 蔡英文声称该决定符合台湾当局整体利益 及未来战略发展目标 同时这也将促进所谓台美关系发展 而此前被绿美炒作为防疫神话的 台湾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则在访谈节目当中强调 开放美猪美牛可以换来一个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种你吃瘦肉精 所以在国际上有地位的神逻辑 引发网友的一致声讨 美猪美牛像是一面招妖镜 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投机原形 要知道当年民进党打着瘦肉精领检出的口号 把美猪进口挡下 如今却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 无视台湾民众反对及农业发展现状 开放美猪美牛看起来格外的讽刺 民进党当局想借开放有问题的美猪美牛 换取外部势力对台独势力的支持 势必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璐再会